导盲犬可愛模樣讓大小朋友都想互動 還有可愛周邊等你來逛 這是惠光导盲犬學校在國際导盲犬日前夕 舉辦的市集活動 呼籲民眾加入志工行列 成為导盲犬培訓、寄養及寄宿家庭 幫助更多市長朋友 推廣导盲犬 還有這個對低視能者的一個友善空間 不是只有跟盲人有關係 因為你家裡可能沒有盲人 但是一定會有老人 因為衛福部給我們的一個 這個應該說是資訊 超過80歲成為低視能者的機率 已經到達已經有50幾% 所以我們現在也一直在推廣說 我們這個不但是行人的路權 那公共建設也都要對視障者 還有低視能者要友善 這樣不但能夠幫助到這個視障者 也可以幫到未來可能自己或家人或朋友成為低視能者 就是沒有這身心障礙者手冊的盲人 但是他的勢力只有比盲人好一點點 事實上如果在公共設施的設備上不是很友善 其實也會受影響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共同支持 今天其實是惠光導盲犬學校所主辦的 惠光導盲犬月的活動 那每年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三是國際導盲犬日 為了感謝導盲犬們一年來對市長朋友及我們人類的辛苦付出奉獻 會觀會在全台各地舉辦大型的導盲犬月的活動 那今天剛好來到台北場的部分 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了五位 美女主播一起來應援我們的活動 一起為導盲犬發聲 邀請民眾加入支持導盲犬的行列 活動邀請五位美女主播擔任愛心大使 分享看到市長朋友可以如何幫忙 以及看到導盲犬執勤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因為照顧台灣盲人崇敬業的這一些市長者 我們切身的有體會 那尤其是這個導盲犬 牠也需要一個好走的空間 所以我們成為一個倡議團體 我們不斷不斷的去遊說地方的政府 那遊說業者 那甚至呢 如果有這個市長者打電話來說 那個店家 那個違反法令的 對於我們有歧視 我們也通通都要處理 所以我們是有很多很多地方 需要大家一起來跟我們變成倡議的 我們都是小蜜蜂 我們一個人的力量是很小的 但是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從今天開始成為我們在外面 幫我們那個擴散的小蜜蜂 那這樣我們的做事起來 會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而且更有效率 要宣導就是說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盲人朋友的話 非常重要 你可以主動的提出關心 提出關懷說 欸 你需要幫忙嗎 但當你提出這句話的時候 當然有一些動作需要 對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就是因為 盲人朋友們我們都知道 他們就是眼睛不方便看不清楚 所以你不能站在他旁邊說 請問你需要幫忙嗎 你想想看你眼睛閉起來 你沒有辦法聽到 他是在問你本人嗎 所以其實你可以輕輕地拍他一下 對 稍微觸碰他一下 或者說請問你需要幫忙嗎 你這樣的小小一個動作 他們其實都也受過訓練 也都上過課程 他們就知道說 喔 你是在詢問我 好 來 你問我一下好了 你問我一下 哈囉 請問你需要幫忙嗎 我現在需要到捷運站的一號出口 可不可以幫個幫忙 好的 沒問題 好 對 然後呢 這時候他們就會拉著我們的手 那你不用很緊張 覺得說好像一定要這樣 好 把他扛著走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就手就自然地擺動 自然擺動 對 他們就會跟著你走了 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當你在轉彎啊 或者是左轉右轉的時候 你要提早 提早跟他說 比如說我現在前面有一個階梯喔 然後有一個斜坡喔 那你提早靠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左轉囉 我們現在要右轉囉 我提早告訴他 那他們都會有訓練 都會知道說 那我要提早身體先轉換或什麼 你突然間在跟他講的話 他會嚇一跳 對 會嚇一跳 因為畢竟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導盲磚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是他的眼睛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記得提醒他 那如果遇到導盲犬呢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四步一躍 那我先跟大家講 四步一躍 看到他的時候 不要說好可愛 想要趕快去摸他 不行 不撫摸 千萬不要摸他喔 也不能餵食喔 所以我手上 小朋友好像手上也有零食 媽媽媽媽我可以去餵他嗎 不可以 餵食 不撫摸 因為我覺得很多小朋友很可愛 他們可能看到狗狗好喜歡 然後就會說 我想要摸摸看我可以摸嗎 千萬不要摸 因為你們看到導盲犬的時候 他們是正在工作的狀態 如果你隨便的去摸他 或是餵他吃東西 會影響他工作 所以我覺得爸爸媽媽 也可以叫小朋友 你看到導盲犬 記得他們現在正在工作中 正在工作上岗 不可以打擾 那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不能呼叫他們 因為你如果去叫他 比如說小黑 花花 那他可能會分神 那他可能就會因此 沒有辦法完成他的工作 那可能對於盲人朋友來說 就會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不拒絕 其實導盲犬依照我們的法規 他們都是可以上 任何的大眾運輸工具 不管你坐公車 坐捷運 或者是坐任何的交通工具 他們都是可以存在的 你不要覺得說 我對狗過敏 那你不能上來 那你可以移到別的車廂 因為導盲犬就是 忙到人朋友們的眼睛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看到 他們都是這樣子 已經算是成犬了對不對 他們在小的時候 是很需要有一個家庭 可以來讓他們提早社會化 因為狗狗畢竟就是 如果我們 牠剛出生到現在的話 牠應該就是一隻狗狗 牠要怎麼樣可以來 就是成為導盲犬 然後可以好好的訓練牠 然後幫助牠 學會一些技能 才能轉而來幫助我們的 這一些商朋友 那牠就需要有一個家庭 來好好的陪牠成長 對 但是其實導盲犬 大概在兩個月的時候 就可以進入季養家庭了 那季養家庭就是必須 陪伴狗狗 大概是八到十二個月 然後讓牠變成是一個 已經稍微長大的狗狗之後 才可以繼續進行訓練 然後同時有機會 可以服務我們的忙人朋友們 會光導盲犬學校 致力培訓導盲犬 及導盲犬培訓人才 並推動法令保障 視障朋友權益 近年來由於地勢能人口增加 首創開路天使計畫 讓一隻導盲犬 不只幫助一位視障朋友 更可以幫助居住 同一地區的視障者 及視力不佳的人 期盼有更多家庭 加入培訓人才行列 記者問訊台北報導 感謝你